玉里分局2号上午9点半在卓西分住所11点 在玉里派出所举行了两位新任所长布达就职典礼 玉里分局长席间也特别勉励新到任的所长 必须迅速的掌握辖区治安交通状况 并且做好为民服务的工作 无缝接轨社区竞争工作 另外也要加强反诈骗宣导工作 玉里分局2号上午9点半在卓西分住所11点 在玉里派出所举行两位新任所长布达就职典礼 玉里分局长勉励新到任的所长 必须要迅速掌握辖区内的治安交通状况 并且做好为民服务的工作 工农组的一些年轻人 这就要提醒他们 可能家里生活环境不好 你想要去借钱贷款 我们要找农会跟人 我们要去相信眼书或者赖上面的小额贷款 相信他手续方便或怎样 那个账户一旦申请的寄出去 会变成诈骑的工法 那个不是只有被骗而已 那是跟诈骑一样的工法会被引导法办 所以要拜托各位 这是我们警察政府盲大责任 一定要去做到每一户每一户 包括村长也是一样 把我们去做宣课 那除了这个治安之外还有交通 那最主要还是在为民服务工作 卓西奔助所新任所长甘瑞能55岁 华联县吉安湘人 历任内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警员 玉立分局二组巡官 玉立派出所新任所长曾玉涵40岁 华联县玉立正人历任本分局一二组巡官 保安警察第六总队人士科科员 警政署人士士科员 两位所长从警期间个性敦厚待人诚恳 我曾玉涵 刚好龙升警务员本来在卓西所是巡官 那在卓西所短短的几个月期间表现特别优秀 所以我想卓西的湘米都很捨不得她离开 很运输最了解 那当然升官是没办法 来到玉里这个地方 来这边更反重的地方 付出更多 玉立分局长表示 治安方面会再强调安居弃毒专案工作 扫荡毒品侵入社区跟校园 也利用各项集会宣导当前反诈骗重点工作 防止社区内发生诈骗事件 区者高双双玉里阵采访报道